2月6日上午在上海新冠病毒感染肺炎患者集中收治点 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又有10名患者治愈出院 至此上海治愈患者累计有25名 这批出院的患者中年龄最小的16岁有2人 年龄最大的80岁女性 另外还有一名73岁的男性患者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透露 这批患者多数是有湖北暴露史 还有几名是明确的病例接触史 其中有的患者只住院不足一周就出院了 这段时间就是先是在重症病房那边 受到了很好的照顾 对 用药物啊 干扰素啊 然后慢慢地就转到A1这边清症的病房来 对 然后出院 这是部队对我也很大的帮助 是我有信心战胜疾病 我相信中国一定能够战胜这次疾病 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 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表示 目前治愈患者占比已近10% 平均住院天数7天 这个数据非常好 有10%的病人已经出院了 他们的平均住院天数是 现在是7天 所以我觉得这个数据是非常好的 所以像这种情况 我估计将来的几天天天会发生 病人当然也会增多 但是出院健康的康复也是天天发生 会进入一个良性的一个状态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2021年党中之外 有一个状态 大概是一年养的 病人 有一个状态 我只是想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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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并终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